最近在港澳迅速走紅的生可樂 其實到底是何方神成 它跟普通的可樂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而長期飲用又對身體有什麼影響呢 今天就一起講一下生可樂 Hello 大家好 我是Edan 2023年7月份社群媒體TikTok抖音上就有一名大貨主播 同著一己之力利用特有誇張的宣傳手法 反向帶紅了一樣來自日本的產品 日本百事公司的生可樂 還一度令生可樂在短時間之內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收關鍵字 還出現了大量的相關話題 產品更加可以說是紅遍了大江南北 熱潮還直捲著港澳地區 在短時間之內 將日本生可樂的銷量和明星都推到高峰 更加可以說在某些地區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出現 到底生可樂到底是有什麼來頭 一度可以成為了網路現象呢 生可樂最初是由日本百事公司 在2021年6月份所推出的全新產品 也是當時百事公司主打的商品之一 產品的技術主要是採用了不加熱的製作手法 最大可能這樣發揮和還原百事可樂當中的幾十種獨有的材料配方 以最原始的方式去呈現出產品的清爽和舒暢的口感 帶出產品所強調的原始和RAW的感覺 在日本百事的官方網站可以看到 生可樂在日本其實是有兩個版本的 一個是原味 而另一個是靈塘口味 而在原味的版本裡面 當中最主要的成份和元素是有 果糖、葡萄糖液 其次是碳酸、酸味調化劑等等 而在靈塘版本當中最主要的成份是有碳酸 其次是焦糖色素、酸味調化劑、檸檬酸甲 而當中一樣最重要而且有相當具爭議性的元素 阿斯巴甜所造成 而靈塘口味當中的版本也相對原味版本 在某些方面更加為出色和突出 分別是每百毫升的熱量、碳水化合物以及鹽的含量等等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會集中去討論一下 靈塘版的生可樂當中的最主要元素 阿斯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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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另一個我們較為熟知的名稱 代糖 代糖的出現最早是由化學家 James M. Slatter 在1965年在合成繪洋藥當中 無意之間發現到的 阿斯巴甜的形態在常溫之下 它是一種結晶狀的粉末 由於它的熟性甜度相當之高 熱量低 而且吸濕性低的特性 以至在食品工業界一直都處於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 在食品工業界的產業鏈 就一直被廣泛使用 常見於一些飲品 維他命片 香口膠 Yogurt 和一些止咳糖漿等 6000多種的產品之上 而代糖 阿斯巴甜的使用率 越來越廣泛的問題上 是因為阿斯巴甜最大的特性 由於阿斯巴甜的糖分 是比一般的糖高出大約200倍左右 熱量也較借糖為低 甜味的延續時間都一般較長 以前需要加大量的糖分 才可以做到甜味的效果 現在有了代糖的出現 份量可能只需以前的十分之一 甚至是更加少 就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站在生產的立場上面 廣泛生產和使用阿斯巴甜的話 是會進一步降低了以往用糖的成本 當中飲用含有阿斯巴甜 或者標榜著低糖 以及零糖的碳酸飲料 是可以達到減肥效果的迷思 近期在科研報告上 都有個結出的發現 當中報告指出 含有阿斯巴甜的碳酸飲料 並沒有提供到減肥的效用 而根據2023年7月23日 發表在Nature旗下的其中一本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國際肥胖雜誌的一篇研究論文 他們的研究主題是長期涉用阿斯巴甜 糖精、內臟、肌肝和皮下組織 脂肪的增大 是否有絕對關係呢 研究報告可以看到 長期涉用阿斯巴甜、糖精和無糖飲料 可能會增加骨內脂肪組織和肥胖的風險 而當中涉入量和飲食質量和熱量之間的涉取 是完全絕對沒有關係的 那就意味著如果體重有一定程度的朋友 再飲用阿斯巴甜的碳酸飲料 不但沒有達到燒脂和燃燒脂肪的效果 長期涉入更加會增加肥胖的風險 雖然市面上阿斯巴甜的熱量確實是比普通版的更低 但作為食品添加劑的一種來說 始終都不應該涉取過多的劑量 那麼多少的劑量才為之多呢? 涼龍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JECFA 就著阿斯巴甜 提出了每天最多的建議攝取量 40毫克的每公斤體重 就譬如說 如果你的體重是接近大約70公斤 大約155磅左右的話 一日飲超過9至14罐以上 200-300毫升的含有阿斯巴甜的無糖碳酸飲料 就會超出了每天建議攝取量的標準 但Edan都強烈奉勸各位 每天都不要超過兩罐 因為碳酸飲料當中的阿斯巴甜 並不是唯一的材料 而當中還有其他的化合物 而飲用過多的這些化合物 對分解毒素的肝臟和腎臟來說 始終都會帶來一個嚴重的影響 其次是作為一種非營養性的添加甜味劑 在化學作用底下 阿斯巴甜並不適合用來加熱 因為加熱之後的阿斯巴甜 是會因為高溫的環境作用底下 而變得不穩定 會進一步破壞了當中的甜味 所以如果你追求口感的朋友 就盡量不要選擇含有阿斯巴甜的碳酸飲料 去進行加熱的動作 剛剛所提到阿斯巴甜最具爭議的部分 莫過於2023年7月14日 世界衛生組織所發表的一份 針對阿斯巴甜的詳細評估報告 當中最主要的內容包括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 就已經將阿斯巴甜列入了可能對人類致癌的物質 2B的級別 這個消息一公布開去 立即對公眾對阿斯巴甜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意識提防 除了這個有可能導致癌症的潛在危險之外 科學界到底還有沒有其他資料是支持到阿斯巴甜有可能會引發到其他相關健康疾病的研究呢? 根據2014年4月3日發表了護理健康研究 The Research in Nursing and Health的一篇研究論文 當中他們的研究主題涉入阿斯巴甜 對於神經行為當中是否存在著影響呢? 研究結果顯示 健康的成年人如果連續8天食用一個高劑量的阿斯巴甜 對於低劑量的受視者來說 他們在認知、抑鬱情緒和空間定向認知問題上 高劑量的受視者情緒會更加起伏和煩躁 表現出抑鬱的情緒 空間定向測試表現也會更加差 空間定向的表現主要都是呈現在方向感上 其次是關於阿斯巴甜和不孕風險之間的研究 早在2022年10月22日發表了在國際分子科學雜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的一篇研究論文 當中他們的研究主題是阿斯巴甜的涉入 線粒體疾病所引起的卵巢功能受損 和不孕風險之間是否存在著關聯性呢? 論文指出,研究當中的840名受視者 在涉入了阿斯巴甜和不孕風險之間是懲處症相關的 特別是35歲以上的女性更加為顯著 涉入了阿斯巴甜在進一步會損害到卵巢的母細胞成熟 將不孕風險增加至1.79倍 所以Intern也要奉勸一下有準備懷孕的女性朋友 甚至是已經懷孕當中的朋友 盡量減少飲用含有阿斯巴甜的飲料 以及一起含有阿斯巴甜的食物等等 希望藉著之前爆紅的日本生可樂的話題 可以陪伴大家進一步去了解低糖 甚至是靈糖碳酸飲料之間的迷思 去了解代糖、阿斯巴甜之間的好和懷 重新去審視代糖之間對你的影響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出去 讓你喜歡喝碳酸飲料的朋友 一起去了解碳酸飲料對他們的危害 訂閱Eden的頻道記得按鈴鐺鈴鐺 千萬不要錯過健康和提升自己相關的資訊內容 Eden都會第一時間把最有趣的小知識帶給大家 陪同大家遇見一個更好的自己 記住現在我們目前的生活品質可以差 但對大腦的認知和思維上的提升 真的刻不容活 持續的成長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Eden會陪伴大家在建立多元認知的這條正確道路上 一同前行 我是Eden一個陪你用認知影響思維 用思維影響生活的朋友 記住記住下集的內容更加精彩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下次見 抗議 記住在這條正因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